詞曲 李宗盛 我們現在來到Lofoten Island 這邊中部的一個大城鎮 它叫做斯沃爾 斯沃貝爾 不知道昨天那個人跟我們說 對 不會唸 這邊有像是超市啊 然後逛街啊 餐廳的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今天是 1月1號 1月1號所以今天都沒有開 可是這景還是超美的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觀景台 距離我們剛剛那個城鎮 開車大概10分鐘 然後要到這個地方呢 就是導航到一個觀景台的點 然後那邊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停車的地方 然後還有上廁所 對 然後就從 停車的地方走上來 它這裡就有一個平台可以拍照 夏天的話它從那邊走上來很快 還可以在這邊吃東西 因為我們剛剛看那個照片上 它是有很多的桌子 然後現在冬天全部的樓梯都被雪覆蓋住了 所以我們就是踩著別人的腳印走上來 看看我們的車子 這冰塊 哎呦 好不舒服的感覺喔 你看 結冰了 我們車子被冰塊封著耶 怎麼辦 拿起來 來 我等一下再來弄 欸 好不舒服喔 我們今天晚上要住的這個 燙嗎 它叫做 Roding Gun 難得有一間開的店 不知道是不是開的還是當地人 走 去看看 欸 這小朋友有沒有看到 這裡幾乎各式各樣的運動路 然後前面坐他們的小朋友 對 然後前面坐他們的小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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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或者是買菜的也差不多 像這樣子 我們這趟在這個Lofton Island啊 最常看到的這個 很多人他們家裡上面都會掛這個東西 那個是他們的聖誕裝飾 然後我們昨天問了民宿的人 他說那個是Boot Year 就是有點像是他們在這裡的 Merry Christmas 的意思 我們今天要住的B&B 他們在這裡也都是沒有人 所以要自己去找鑰匙 然後開門這樣子 哈哈 又是一個密室逃動 就是 大家在Booking.com上面 他會留言給你說 他的 號碼是幾號 通常都會過兩關 就是先輸入號碼 在一個地方買鑰匙 然後就是先輸入號碼 然後 然後 就是先輸入號碼 然後 就是 再進入到另外一個門 這樣子 哇 他一把鑰匙可以開這麼多門 也蠻漂亮的 不錯啊 我們住這裡晚上也是兩千多 對 他已經沒有廁所了 哇 但是這裡連洗手台都沒有 去看看廁所長什麼樣子 哇 這廁所很漂亮 而且很新耶 好吧 我突然覺得這個可以了 我們派浪的一個地方 他們這裡的人都不用坐前台 有 好 可以 來衛生紙 我記得有些人的時候 他們也都是這樣 因為他放在一個地方 要給你一個密碼 因為他家裡 那是淡季 所以他們沒有 沒有 沒有 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小鎮上面的 加油站 因為今天是1月1號 幾乎所有的店 想像得到的 超級市場 商店 咖啡廳 餐廳 全部都沒有開 只有加油站有開喔 好我們來這裡 微波一下我們昨天買的東西 哇好豐盛喔 昨天買這個 咪波跟馬鈴薯 這店是我們強力推薦的 微波食品 這裡看起來是最熱鬧的地方 欸 你喜歡的麵包 這裡還有地方可以坐 對啊 那你先說的啊 我幫你 還有PIZZA119 沒想到啊 沒想到啊 沒想到今天的晚餐呢 我們在加油站旁邊的超商食 而且這間加油站很豐盛耶 你看那邊還有很多餐廳 還有店員看板 店員最推薦的品牌 店員最推薦的品牌 這裡有個洞喔 小心喔 我不行 全部都放在塑膠袋裡面的東西 杯 它這個倒出來的就是長這樣子 但如果說是我的話 我會把那個塑膠套 先倒出來 先倒出來 我再微波 如何 還不錯 兩位是那羅威超商店員 推薦的 他說他最喜歡這個 喔 吃起來跟Akea的東西差不多 肉丸是 米包 比較大 不過我們剛剛選了一個茶 選了老半天不知道要喝什麼 一瓶十幾塊 要嘛是汽水 要嘛是牛奶 還有能量飲料 嗯 這裡好多能量飲料 對 一整櫃都能量飲料 果汁氣泡水 早安 那我們現在要離開羅浮騰岸 然後我們這幾天住在羅浮騰岸 它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島 可是它冬天的日照時間實在是太短了 所以我們就要趕快出去外面 然後遇到好天氣的時候就趕快拍照 對 我們又剛好遇到New Year的假期 所以他們有一些店是沒有開門 或者是冬天他們沒有開門 所以如果是夏天來的時候 可能會有很多活動可以做 然後冬天的話就是很漂亮的雪景 還有一些漁村的小屋啊 在雪景的旁邊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羅浮騰岸它就是冬天跟夏天 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都很漂亮 然後它這邊其實沒有到非常冷 像是我們前幾天到瑞典那邊那麼冷 因為它這邊有那個大西洋的暖油過來 所以它大概也不會到負很多度 可能就是一兩度這樣子 所以我們覺得從瑞典那邊開過來 覺得這邊好溫暖 好那我們今天就要去Narvik 是挪威北部一個重要的一個城鎮 我覺得我們下一次真的不可以騎腳踏車 從Narvik騎到A堂 蛤 怎麼騎啊 騎現在這條喔 對啊 它就是有一條路而已啊 那我們的住的咧 我們不用擺行李喔 搭那個自己A當鋒 還有去住Fru Hotel Fru House Hotel 然後還可以來這裡衝浪 對喔 還可以衝浪爬山 然後還可以從白天騎到白天 對 就是有衝 對 都不會覺得很害怕很暗 起床就是天亮 然後騎到累了還是天亮 對 對 是有衝浪爬山 是有衝浪爬山 我們現在在往Narvik的路上呢 過了這個大橋 然後在這邊休息一下 這也是一個咖啡廳休息站 然後還有住宿 然後前面就是剛才我們經過的那個橋 非常大非常壯觀 可以看我們現在在那個3號 這個就是Lofoten Island 我覺得在Lofoten Island這邊啊 它就是很多的小島連在一起 所以就很多這種大橋很漂亮 很壯觀很漂亮的大橋 粉紅 好可愛喔 對 OK OK 嗯哼 真的欸 好了到了我們今天晚上在Narvik住宿的地方 我們住了在那一邊 他們有提供個停車場在這邊 然後前面這一棟也是網路上有人跟我推薦的也是很不錯的 那我目前覺得在市區好像住這樣子的比較好 車子你就可以停在了不知道有沒有室內的地方 就是在市區停車的話會比較不方便一點 哇這種雪田也是很難走 然後車子就很容易陷到雪裡面 要走樓梯啊 這一間也是要我們自己進來 然後它是在頂樓 看起來是沒有電梯 它這個裡面是蠻舊的欸 它是生氣的 它是生氣的 我們要在煎的地方 在放風針 你會對方 做一道路